好简单讲解一下整个洗魔方的逻辑 然后这是我做的逻辑框架图 这里拿的魔方 然后洗装备得出属性的这个过程 几乎是瞬间完成的 但是你要知道整个魔方是怎么洗出来的 因为不同的魔方 不同的装备 它有不同的概率 但是它这个判断是一样的 那么来看一下 它整个逻辑 首先一开始 它要判断你和装备的类型 这个不同的装备类型 它其实下面有不同的属性 有不同的属性 然后你去产生判断 然后判断升级没有 比如说你B有没有升A 如果没有的话 就用B的所在的那些属性和概率 如果升了 那就按照A的那一排去算 然后阐出第一条属性 因为第一条属性 它是没有降级判断的 所以是百分百保留 然后根据你第一条 写出来的属性 根据你第一条 写出来的属性 根据它们列出来的排除项 第一条是有所有技能等级提高 是无敌时间增加 就这两个 一旦你写出来 那么在它产生第二和第三条的时候 就要排除掉这两条属性 然后由于整个概率 它加起来不是百分之百 就不是一个概率系统 所以要维持整个比例的话 就要将它这两条属性的概率之和加起来 然后一点这个概率之和再取它的导数 那么如果没有写出这两条 那继续继续判断 这个因为这时候已经第二和第三条了 就需要进行降级判断 在第二条的时候有百分之十的概率 会降级 那么降级判断之后 如果你降级了 那么就根据降级属性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就维持你当前的概率 然后继续铲除第二第三条 那么第二条洗完之后 重复上面的步骤 在洗第三条的时候 它排除项就有五个 无视防御力 受到攻击后 以一定概率无视伤害 还有受到攻击后 以一定概率无敌 然后掉落率增加 还有boss攻击力 这一共五条 如果你洗出了这五条 那么它会进行排除 同样也就是将这五条的概率 加起来 然后以点这所有的概率 再去倒数 因为它需要维持整个概率比率的一致 然后同样的进行降级判断 比如说你在洗S的时候 第三条维持概率是1% 你有99%的概率会降到A级 就第三条洗到A级 如果你有1%的概率 就维持好当前的等级 就是你第三条是S的概率 此时它就调用S那绑的所有概率 那么最后就产出了三条属性 最后就结束 再比如说你在洗一个120级的S级帽子的时候 它是有可能出现所有等级增加的情况 那么如果你在第一条就洗到了 第二还是第三条 这个所有等级这属性 一共四条会被排除掉 那么剩下的所有概率之可 是不能够达到100% 为了维持这个比率的平衡 同时要使所有的属性加起来能够100% 它就一减去这两个加起来 在渠道数 那比如说力量百分比这个 它原有是8.0645吗 排除完之后 它就提高到了8.9286% 同样的第二条的概率就会变成0.8929 第三条这个就会变成0.0893 它会出现这么一个比率的变动 但是呢前面前面这这一些是不会变的 因为它是先抽等级再决定属性 如果你抽到了A级 就是它会降到A级的时候 它会调用这一棒 这就是它那个逻辑 奖 enENT 那不是最后